来到赌南抽水站 金融市长林又昌视察抽水站 因应台风准备情形 仔细聆听抽水站每一个操作步骤 过去赌南地区在象神那离风灾 是淹水最严重区域 但现在市政府有同仁 24小时严密监控水位 从昨天晚上开始到目前为止 都间接性的有许多的一个风流 有时候雨势跟风势还蛮大的 所以也可见这个外围的一个环流 它的一个威力其实还蛮强大 尤其台湾已经一年多没有台风来清洗 所以我们趁这一次的机会 把金融市所有的防台的一个机具 把它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整备 特别是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有同仁 24小时一年365天 全年无休 平时在整备保养相关的一个机具 那在防台的时候 就可以发挥最大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从昨天到前天 我们已经连续有两次的 防台的一个应变的一个会议 那相关的局处 包括邻里办公室 也都做好的一个准备 一方面要防疫 一方面要防台 烟花台风入境轨掘 金融市不敢松懈 全力做好防台准备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